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竹家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的一个使用 那下个话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Express中的这个中阶界 Express是一个自身功能集结完全由路由和中阶界构成的一个Web开发框架 从本质上说一个Express应用其实就在调用各种的一些中阶界 那中阶界可以干什么呢 中阶界可以执行任何代码什么修改请求和响应对象 什么终结请求响应循环 还有调用这个对战中的下一个中阶界 那这样说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中阶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下面的话我们给大家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中阶界其实就是这个匹配路由之前 就是匹配 匹配我们这个路由路由之前和匹配路由之后做的一系列的操作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中阶界 这样理解是简单一些 那啥意思呢 就是你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解单类子 那我们运行以后我们打开这个127.0.0.1 然后三阶段口 那这样是不是就出来你好这个Express 那你看一下啊运行一下你好Express 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想的是你匹配这个路由之前 我们要打印一下当前的日期 那这样的话按照我们以前这样写法的话 你是不是就没法实现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中阶界 那Express里边中阶界的话它分为这么集中啊 首先的话什么应用集中阶界还有什么路由集中阶界还有错误处理以及内置中阶界以及这个第三方中阶界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啊 就比如说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刚才想的就是你运行我们这个项目也就是匹配我们这个显卡这个路由或者匹配我们这里边这个news这个路由的时候我们要在匹配路由之前打印一下日期 新闻新闻路由就是匹配调印一下日期 新闻路由就是匹配路由之前打印一下日期 那怎么现在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中阶界啊 就是app.use use 然后这里边的话是一个回调函数 function 然后方式那这里边也是一样的 有iq 这就是一个中介界 中介界表示匹配任何路由 表示匹配 任何路由 任何路由 然后我们这样的写法 他也要也叫这个应用集中介界啊 也叫应用集中介界 行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 就是这就是我们匹配路由之前 写是不是要答应一下日期这么答应呢 我们cone s o l e c o n s o l e 点 log 一下 log 我们一个 new new 一个 d a t new date 行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答应出我们这个 new date 啊 来 这时候你看我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啊 你就看这 然后我在这边刷信一下 仔细看刷一下 确实答应出了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日期 你发现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边你发现他这个 你看啊 如果我把这个删掉 我再重新来一下 你发现他卡死了 对吧 是不是答应出我们这个日期了 但是这里边卡死了 为啥卡死呢 因为你这里边就是 我们说的路由的话 你只要匹配到路由以后 他是不是就不继续向下匹配了 那这个中间间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里边匹配到这个中间间以后 那这时候他就不向下匹配了 不向下匹配 那这时候只打印出我们这个日期 如果我们要让路由向下匹配 那我们得调用他这个next next 表示就是路由继续 继续向下匹配啊 那行 那这个next怎么用呢 你看一下 这个req is和我们这里边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参数这里边有个next next 那下边的话 我们匹配到这个路由以后 我们想的是 就是匹配到这个中间间以后 我们想的是你这个路由继续向下匹配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调用这个next 行 那这时候你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啊 来运行一下 那你这时候发现 你看啊 我们刷一下 他是不是答应出我们这个日期 而且他是不是路由继续向下匹配了 那你再看一下 如果我这里边访问这个news啊 访问这个news news走 那这样他是不是也执行了 答应我们这个日期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间间啊 就是匹配路由之前啊 匹配路由之前 我们做的一系列的操作啊 或者是匹配路由完成之后 做的一系列的操作 这就是我们这个中间间 那像在我们这个中间间的话 一般用在哪呢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最常见的功能 就是我们这个全线判断啊 全线判断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中间间啊 全线判断 那这是这个的话 我们后边给大家讲 就是你这里边的话 根据不同路由 我要知道 你要不要继续往下走 对吧 就不是说你这个没有登录啊 没有登录 什么叫全线判断呢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功能 就是没有登录 我会跳到什么呢 跳转到登录页面 跳转 跳转到登录页面 然后登录以后啊 登录以后 那我就就写是啊 写是登录以后的页面 那像这么一个功能的话 我们其实就用到了我们这个中间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中间间里边判断 判断你有没有登录 如果登录我让你是吧 继续下执行 如果没登录 那我是不是要让你跳到这个登录页面 就这么个意思啊 行 那下面我们再继续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应用级中间 那下面我们再看路由中间间 那路由中间的表上意思呢 其实就表示我们可以匹配多个路由 你看一下啊 这里边的话 那我们再配 再配两个路由 比如这里边你看 这里边有个尿子 尿子 尿子的话 我这里不给他is is 那表示是不是给浏览器响应请求 那我们在尿子的时候 我答应一下 我答应一下 c o n s o l e .log log一下我们这个尿子 就是匹配到这个路 尿子这个路由的时候 我首先答应一个尿子 那其次的话 那下面呢 我还有个尿子 对吧 还写一个路由 还写同样一个路由 那这时候的话 我返回啊 通过is.一个 snd sd sd一个 这是路由中间间 路由中间间应该在这打印啊 然后这里边啊 这是 牛子 那这时候我们预行一下 看一下啊 但是你这样运行以后 他是不是应该首先匹配到牛子这个路由 匹配到牛子这个路由 那这时候是不是只大印出这是路由中间 然后不像继续现在匹配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运行一下 来我们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这里边我们写了两个同样的一个路由 来刷一下 刷一下 这是路由中间 你发现他是不是卡死到这了 如果我把它关闭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你看啊 走一下 那这时候他只打印出了这是路由证据中间间 说明他这个确实匹配到了 匹配到我们上边这个路由了 因为我们知道路由 你只要匹配到以后 你就不会继续向下匹配 如果我们想的是你匹配到这个路由啊 那我们在这个路由里边在妞子里边 我们想在返回数据之前 我们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匹配到妞子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操作 做完操作以后 我们再调用这个next nxt 让路由继续向上匹配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执行我们这两个路由啊 你这时候看一下啊 刷一下是吧 刷一下 是不是路由中间出来了 然后这里边数据也返回回来了 就是他首先匹配这个路由 匹配完这个以后 这里边做操作 操作完成以后 路由继续向下匹配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路由中间间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应用级中间间啊 应用级中间间 这里边的话表示是匹配所有的路由啊 匹配所有的路由 那我们也可以写一个啊 你看一下啊 我们也可以写一个 就是匹配指定的路由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也可以通过app.use这样应用其中间间来匹配我们的6子这个路由啊 匹配6子这个路由 那同理其实也是写个 匹配6子 那匹配到6子以后 那我们这里边也可以给他打印一下 啊 打印一下我们这个 坚文路由啊 中介件中介件 中介件啊 通过app.use来匹配这个中介件啊 来实现我们这个中介件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运行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刚才这个代码再删掉啊 不是刚才的这个代码啊 重新给他启动一下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尿子 走一下 是吧 新闻路由 然后这里边答应出啥 是不是首先他匹配到了我们这个中介件 这里边答应出了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你这个中介件 他是答应出我们这个日期 他可以匹配所有的路由 然后这里边这个中介件 他是匹配我们news这个路由 那这样他是为了打印这个 这个 那如果你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里边访问的是 走 是首页 那这时候他是不是 只匹配到了我们这个中介件 然后这个没有匹配到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应用几中介件 以及路由中介件啊 其实那下面的话 有个错误处理中介件啊 这个错误处理中介件是啥意思呢 其实就是 很简单 就是你匹配到 匹配不到路由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操作 你看一下 比如这里边还有news 然后我返回这个你好expressnews 然后下面那我们再匹配app.use 那就是上面的写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刚开始把这个中介件写到最上面 表示你匹配路由之前进行匹配中介件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中介件放到最后边 表示你匹配不到路由的时候 那我们匹配我们这里边这个中介件 那你自己看一下 因为你不写任何东西表示匹配所有的路由啊 匹配 匹配所有 路由 那行 那你看一下 就如果你 这也是404啊 如果你匹配不到上林上面路由的话 那我给你来个404 那404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我通过is.st 然后来个404 点谁呢 点一个send 这就是这个啥意思呢 就是指定你这个响应的这个响应的这个状态啊 响应的这个状态 你看一下我们一般的页面的话 你刷一下 它这里边是不是都有个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是是多少呢 如果这个状态是两脉的话 表示是不是情绪成功 你看一下 如果百度 我们打开百度 3w.百度.com 然后我们打开网络刷一下 你看一下啊 这里边状态是两倍 表示不情绪成功 如果你这里边随便来点东西 你看我这边来个 来个叉叉叉 走 叉叉 他这个也是给我们跳到了一个error的页面 如果你叉叉是不是应该是啥呢 不存在不存在 是不是404啊 行 那之后我们把它关闭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这里边的话 404就表示 返回你这个页面不存在 send 啥呢 send 一个 这是404表示啥呢 就是这是这是404表示路由没有匹配到啊 匹配到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行 那我们预期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走一下 走一下以后 那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看一下啊 看对不对 还是三线端口 来走一下 走一下 你好 express 没问题 然后我们这里边来一个 尿子 走 怎么还是新闻路由呢 说明不对啊 不对 那这里边是不是报错了 果然报错了 来 全部关闭 因为他这里边的话 是不是端口冲突了 那我们全部关闭啊 再重新来一下 走一下 走一下以后 那我们再来一下 你看啊 Nios走 你好 express Nios Nios对吧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边匹配到的啊 那如果我们这里边写个叉叉叉 你仔细看啊 叉叉叉这个路由存在吗 是不是上面没有匹配到 没有匹配到 他就会匹配这个404啊 你仔细看一下 走 是吧 这是404表示没有啊 表示这个路由没有匹配到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匹配这个404的一个中介节啊 那行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内置中介节 内置中介节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啊 有学过这个内置中介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的话 学过一个express点什么呢 啊 express点 static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我们以前说是吧 匹配我们这个 静态的一些页面对吧 也叫静态web服务 那这内边的话 啊 它其实也是一个中介节 那下面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中介节啊 我们在上面已经学过 就是通过app.use app.use 这边相当于一个中介节 好 express static public 表示啊 意思呢 表示你 请求过来的我们这个地址 我们首先看一下 就是你这样一个地址 我们首先看一下 public目录下边有没有 如果有就直接给你返回 那行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啊 那种东西 那这里边的话 我写一个public的一个目录 啊 新界一个 public的目录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把上一讲的这个public里边的东西拿过来 啊 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那我们配置这个 配置这个中介节啊 也叫内置的一个express static 这个中介节 appi.use use 然后这里边 express express 的st 然后这里边写我们这个叫public 这就表示我们这个就是就是我们的express内置的中介节啊 内置中介节表示脱管静态静态页面啊静态页面 那这个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吧 来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那你只要在我们这个页面里边啊 比如说你输入一个 就是输入我们这个东西啊 它是不是又报错了 可能来重新都关闭啊 就刚才给大家说输入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输入这么东西 你看啊 输入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css 下面的style.css 走 就是输入css 下面的stile.css 或者你这里边输入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首先去哪找呢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中介节里边 就是你匹配路由之前 他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public目录下边 有没有我们这个文件啊 就你这样输入以后 他首先会在我们这个public目录下边 看有没有这么个文件 如果有的话 他是不是给你直接给你返回啊 如果没有 是不是继续向上匹配 中介节啊也叫我们这个静态页面通管 静态web服务 那这个中介节的话 我们还可以配这个虚拟目录对吧 其实这个虚拟目录有点像啥呢 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路由啊 你看下如果你是一个比如叫叫static下边的啊 如果你是这样访问呢 你看下如果这里边的页面是这样的话 就是你这样配置表示我们可以这样去请求 这前边加个虚拟目录 加static下边的css 那static其实在这里边有吗 没有对吧 啊 public这里边也没有 就是你匹配到这个static以后 我啊 这里边是不是这个和这个对应起来 对应起来以后 那我拿到这个东西对吧 在哪拿呢 就这个在哪拿呢 是不是在public里边 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有的话是不是就给你返回啊 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静态路由啊 也叫我们这个托管静态 托管我们这个静态的这个页面啊 托管这个静态页面 行那你下面看一下我在这里边前边加个static 然后走是不是也可以访问啊 也可以访问啊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虚拟目录啊 这么个东西 行那下面我们再继续 那这里边的话 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啊 不仅有这个就是我们自定自己配置这个中继件 以及内置中继件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第三方中继件啊 这个第三方中继件的话 我们可能回头用的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要我们要用到谁呢 用到这个cookie啊 c-o-k-i-e c-o-k cookie或者是se session 对吧 或者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叫post 获取post提交的数据 获取post提交的数据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express 第三方的中继件 当然你获取post提交的数据 我们在前边其实已经给大家讲过过去这个post提交数据 我们是不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i-e-s d-on data 对吧 on data 然后这里边on add on data 它是不是一块块拿 拿完以后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再返回这些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去拿啊 当然在这里边的话 在express里边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原生的方式 那我们这里边也可以通过一个第三方的 通过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一个中继件来完成啊 那你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这个第三方中继件叫啥呢 叫一个body parser body parser 第三方中继件来获取我们这个 获取我们这个post提交的数据 行 那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自己看 那你要用到body parser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首先得打开我们这个 就是打开我们这个 npmgs npmgs.com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看一下这个第三方中继件到底是啥 第三方中继件 其实就是人家写好的一些中继件 或者是官方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中继件 那时候就直接搜一个body parser 那你看一下啊 body parser 然后这时候我们点开 点开以后 那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怎么用 用的话 你首先第一步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引入 引入完成 那具体怎么用呢 看一下下面啊 你如果英语学的话 好的话 可以看一下 学的不好 你就直接看例子 仔细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它这里边怎么写呢 是不是首先引入 引入以后 然后通过app.use 然后body parser 这样去用它 对吧 那你只要配置这两个中继件以后 就是你把这个body parser引入 配置我们这个中继件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可以通过 iq.body来拿到post提交的数据啊 这个比我们以前是比较简单好多啊 行 那我们就给大家也试一下啊啊 那这里边怎么用 我们已经写好了啊 写好了啊 设置中继件 就是设置我们这两个中继件啊 就在这里边 这两个中继件 一个表示获取post post提过来的提交过来的杰森数据 一个表示提交过来的这个 长期的这个表单的数据啊 行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用 这就是三步啊 那行 那首先的话 第一步我们安装我们这个 中继件啊 安装我们这个模块 这个中继件也叫什么呢 也叫这个模块啊 也叫这个也叫模块 行 那我们给大家安装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我打开我们这个cmd 打开以后 那我们首先啊 我要跑到我这个目录下边 就cd叠叠盖 应该在这 在这以后 那我们执行cnpm instar instar我们这个body prsc 然后干干 sale 然后回车 那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安装成功 那它安装的时候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开始用啊 第一步安装 第二步你要用这个bodypaster 你需要引入我们这个bodypaster 这个中继件 引入以后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要配置我们这个中继件啊 配置bodypaster的中继件 配置bodypaster中继件 那配置的话 你就直接啊 回头也是一样的 直接在我们这个npm gs.com上面找到他找到他以后 直接复制过来就行啊 直接复制过来就行 如果你能记住可以记 如果记不住啊 这个也无所谓 对吧 就通过ab.use 这样去配置啊 这样去配置它啊 行 那是两句话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那下面的话 我们要处理post给我们提交过来的数据 对吧 那怎么接收这个post提交的数据呢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去行 你看下 比如说我们app.longing ab.get get一个 那我们要处理post提交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写个-longing 那我要加在哪个页面呢 加在我们这里边的这个longing这个模板登录的一个模板啊登录的一个 试图 然后这里边iq.ies 那要加在我们这个登录的模板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用到我们这个模板引擎啊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又要用到我们这个egs模板引擎啊 那egs的话 这里边我们已经应该安装了啊 我们先试一下看行不行 egs express都安装过啊 那我们用这个egs模板引擎给大家看一下 egs怎么用呢 就通过egs就通过app.set 安装完成以后 直接app.set一个voe v i e w vo e n g n e 然后这里边写个egs 行 这表示就是你要用egs 首先第一步安装第二步配的吧 配置完成以后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用egs了 那在这里边的话 那下面我再新建一个模板 默认的话egs加载的是我们这个vews vews v下边的这个试图 那行 那下面我写个longing.egs longing.egs longing.egs 那longing里边我们先开对不对啊 叫登录页面啊 h2 来个登录页面 行我们先开对不对啊 就在这里边我们先看能不能加在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呃这个页面 那下面我配置一下这个呃 呃 在这呢啊 配置一下我们这个呃 路由啊 路由啊 如果啊 s 叫 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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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呢 render我们这个longing render这个longing 行 我们就直接这样就行啊 那些表示我们加在这个longing页面的话 它会加在我们这个longing这个模板 那我们看对不对啊 然后这边端口又冲突了冲突 那我们换个端口 比如叫3002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重新来一下 行 那之后你看一下啊 就在上面的话 我们首先配置了我们这个就是body parser来接受我们这个post提交数据 配置body parser只需要这么三步就ok了啊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想的干啥呢 我们想的是就是定义一个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以后里边有个form表达 form表达里边我们提交数据 提交数据的话我们要通过我们刚才这个中级键获取提交的数据啊 就这么个意思 行 那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改成3002 走一下啊 然后这里边写个longing走啊 加载出来了 没有问题啊 加载出来了 虽然乱码了啊 为啥我知道加载出来呢 因为这里边和刚才是不一样了啊 那这里边我要改一下这个编码 一定要注意在下边改一下这个编码 改完以后那你再重新运行一下 那再刷一下走 是不是登录页面出来了 出来以后那下边的话 我们想的是在登录页面 就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要写个form表单来提交数据啊 form f1m form这里边有个action action的话那你要再往哪个地址提交数据呢 我们把这个都longing这个页面提交 然后这里边我们写个mast 等于post表示以post的方式提交数据 那下边的话我们再写写一个input type等于比如test input type等于test 然后这里边写个呃 内蒙一定要设置内蒙内蒙是干啥的来着 是不给我们这个表单起个名字啊起个名字 那后台是不是就获取你这个名字啊 用的name啊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这里边我们再来一个啊 比如这里边叫用户名 用户名 用户名 然后再来个密码啊 密码 然后下边上边来个b 啊来俩b 啊走b 行你想让这个用户名密码对齐怎么对齐呢 这里边把它改成绝角 绝角以后在这里边加个大空格 然后这里边那这样他就表示啊 表示三个字了啊就对齐了 那对齐以后 那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下啊 对齐了以后 那这里边我们再写两个b 再来一个三米的提交数据 这叫密码叫啊 p ss p a ss w r d 啊 p ss w r d 然后这里边写个p ss w r d 然后这里边再写个i n p o t i n p o t type 等于3米 然后这里边写个外流 等于 登录啊 登录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对不对啊 那这个表带就写好了 写好以后你这里边运行一下 走啊 是不是出来了登录页面 有用户名有密码 那我们一点提交走 是不是他向这个页面 post的提交数据啊 你比较注意 他里面是post的提交数据 那下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想在这个呃 想在我们这里边就你看一下他这个路由是不是这么个路由啊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这里边要匹配这个路由怎么匹配呢 那这里边他是以post的方式提交的 所以我们这里边要post啊 来接受这个路由 就是用post的方式来配置这个路由 那这里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iq 啊 iq is 行 行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看能不能拿到这个数据啊 那你刚才配置了这个中间接以后啊 那这时候就好拿了 那你这时候直接通过iq.40 啊 就能拿到这个数据 iq.bo.d1 啊 点落一下 点落一下 走 啊 那这就表示获取什么呢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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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提交的数据 就这么写的啊 就是你经历过上面的几步以后 那下面的话 我们在指定的路由里边 我们通过iq.body来获取数据 那就是第四步叫iq.body获取数据 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三方中间接 那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 对不对 来运行一下 重新来一下 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那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啊 你看一下控制台 能不能打印出这个信息 仔细看啊 懂什么 然后这里边我返回 返回以后我刷信一下 然后用户名 我写个张三 然后这里边 123456 点击登录 看到了吗 我们这里边是吧 拿到了他给我们提交的这些数据啊 那这里边 username等于张三 password等于123456 那这个username password是在拿来呢 username password 这里边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边你看呀 username password 是不是就这里边配置这个东西 比如你这里边叫pass 保存一下 那你这时候再提交一下 你看啊 刷新一下 这里边还是还是张三 然后这里边123456 然后点击登录 你看呀 这时候是不是就变成pss了 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第三方中间接 来获取poss的提交的数据啊 来获取poss的提交数据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express中的中阶界啊 那回头的话我们在后边还会继续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用到我们这个中阶界啊 行那这一讲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里